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啊 会认为优秀的艺术家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他们游走在物质的世界和灵性之间 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于是就要用音乐呀绘画呀身体表现这些方式 来表达这个难以传达的世界 这是这些天才们的天职 但是再伟大的艺术家他也是人 在无法承受的重大压力之下也有选择亲生的时候 历史上艺术家亲生大多是因为经济结局或者感情纠葛的原因 但是也有一些难以理解的 显然本频道绝不赞同这种逃避行为 不过今天让我介绍其中十位自己结束了生命的画家 和他们临终前的一作 当然也欢迎评论区补抽 这里是花扇里 也关注当代和世界的历史演艺频道 记得先点赞关注哦 提到自杀的画家 我想大家最容易出现的第一印象就是文森特·梵高吧 他以鲜明的色彩和独特的笔书风格 在当代赢得了众多粉丝 人们常常误会梵高的最后一件作品 是齐芬阴森的作品《麦田里的乌鸦》 但是其实他真正的最后一件作品 是描绘了画家杜比尼家中庭园的杜比尼花园 这座花园就在梵高住的旅馆的附近 杜比尼是梵高尊敬的画家之一 而这幅画的画中人物是杜比尼的妻子 梵高晚年患有癫痫或者说是精神分裂症 反复出入于精神病院 还发生了戈尔事件这种有名的事情 1890年7月27日 梵高被发现钟左雄中枪 虽然他的意识还维持了一段时间 但在29日终究伤重去世 虽然普遍的说法是他朝自己的心脏开枪自杀 但是现在还是有少数人主张他受到了谋杀 这幅一座杜比尼花园其实有三件 每件都略有不同 也被收藏在不同的美术博物馆中 克里斯托弗·伍德是20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画家 在他生前 他的个人画展总是一失败高中 因此他也长期生活在沉重的压力之下 甚至开始吸食鸦片 后来在鸦片的作用之下 他的画风变得越来越狂热 同时他也很可能因为鸦片而长期受到幻觉的影响 1930年8月 他带着自己的最后两幅作品 斑马和降落伞 以及老虎和凯旋门 展示给他的母亲和妹妹看后 他们一起吃了午餐 随后他独自找了个铁轨 卧轨自烧 他的这幅遗作 斑马和降落伞 属于超现实主义画派 前景的斑马毫无生气 大小感也失调 看起来这匹马像是个空壳子 远处的人和降落伞也显得疲惫无力 仿佛已经死去 周围的景象极其成绩 整幅画面都充满了死亡和无力的氛围 约翰·明顿也是出生于英国的画家 他生前靠绘制杂志插图和各种肖像画为生 由于精力充沛 创作量极大 而在业界有较好的名声 然而随着抽象主义的流行 他能接到的单子急剧减少 他自己也渐渐失去了自信 随着酗酒量越来越大 甚至患上了精神疾病 1957年1月 明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他的最后一幅作品 是两年前他绘制的 描绘电影演员詹姆斯·迪恩 最后时刻的画作 但是实际上 詹姆斯·迪恩的死因 是在加利福利亚的一条周道上发生的车祸 并非他画中的在住宅区里去世 艺术史学家们认为 他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之后 得到了这幅画的灵感来源 随后 明顿又受到了詹姆斯·迪恩死亡的冲击 开始将自己的作品 与象征着年轻人的愤怒的詹姆斯·迪恩 重叠在一起 最终他把自己也融入画中的 詹姆斯·迪恩而轻生了 尼古拉·斯塔埃尔 是二十世纪前半 法国的抽象派画家 他在相对短暂的艺术生涯中 就创作了数千幅作品 相当的高产 仅仅是在临终前的几个月时间里 他就画了147幅画 简直是堪比AI绘图的惊人创作力 然而1955年3月 斯塔埃尔从位于法国南部 安提布镇的一座楼房天台上跳下 在此之前 他正在创作前一天看到的音乐会启发下 开始动笔了新画 这幅画尚未完成 通常音乐会结束之后 钢琴和低音提琴会留在舞台上 这幅画据推测 就是描绘的演出结束之后的场景 当时他看完音乐会回家 开始画这幅画 然后决定烧掉所有的草图 然后写下了遗书自杀 在他的遗书中写道 我没有画完作品的力量 我的每一幅画都是未完成品 斯塔埃尔就是在这样的无力感中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马克·罗斯科是一位俄罗斯籍犹太裔画家 主要在美国活动 他是20世纪中叶 风靡一时的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之一 罗斯科的作品 是由各种色彩的长方形构成的 因此时尚色彩的感觉而广受欢迎 但是罗斯科本人却是深深的蔑视这种肤浅的解读 他认为自己的作品 是以从神话时代和原始世界中 获得的无意识的能量和象征为主题的 并试图在画布上 表现出无法被形象化的世界的根源 他往年与妻子离婚 又患上了抑郁症 作品也逐渐变得粗糙不堪 1970年2月 他在家中割腕自杀 临终前的最后一幅作品 就是这幅 由黑色和灰色两层组成的画作 约翰·威廉·戈德沃德 是19世纪后期的英国画家 是当时代表了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大师级画家 他的作品多是以古希腊和罗马为主题 常常创作古典服饰的性感女性 或者半罗女性的肖像画 他善于把经典的主题 融入到现代构图的色彩技巧中进行创作 然而随着巴伯罗·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一战成名 戈德沃德的作品迅速失去了人气 为了重新振作 他计划转移到意大利继续活动 但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家人们的支持 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恶化 以至于不能长时间离家活动 后来索性停止了公开的创作活动 他的最后的作品《海滩上的裸体》 偏离了他一直以来成名的古典主题 反而创作了一副现代裸体的作品 因此在艺术史上被认为特别的重要 他完成这件作品之后的几个月 于1922年12月留下遗书自杀身亡 遗书中写道 对我和毕加索来说这个世界都太小了 18世纪的法国女性画家 堪斯坦斯·梅耶 在1821年5月自杀 他的最后创作是一幅描述一户悲伤的家庭 在破旧房屋中情景的画作 要理解他为什么画出这幅作品 需要知道他的工作伙伴 皮埃尔·保罗·普利东和他之间的关系 普利东从18世纪末开始从事画家工作 1801年成为拉破仑一世的御用画家 梅耶和普利东在那时相遇 并成为了互相承认的商业伙伴 他们常常合作 方式是普利东负责设计 梅耶负责绘制油画 之后利用普利东的名气销售作品 他们的画作市场表现也一直都非常好 但是梅耶也逐渐成为一名能独当一面的艺术家 索耶大学还为他开设了工作室 另一方面 普利东则是逐渐失去了声望 他现在收入瑞减 却有六个孩子和一个关系并不和睦的妻子 生活非常困难 普利东的婚姻生活一直都不顺利 他的妻子最终死于抑郁症 梅耶则希望成为普利东新的伴侣 但是普利东在妻子临终时 和妻子约定他不会再婚 因此拒绝了梅耶 最终梅耶无法走出感情阴影 在完成了这副乡村家庭之后至少 两年之后 普利东也去世 他们的遗体都站在巴黎的佩尔拉舍之墓地中 19世纪末的奥地利画家 理查德·格斯特尔 虽然现在被高度评价 已经称得上是艺术伟人之一 但是他活着的时候 受到的评价却一直不高 他的感情生活也屡次受挫 先后被妻子和情妇所抛弃 最终孤独地在工作室的静子前上吊自杀 他的最后一幅画是裸体制画像 画中的他在静子前 背景的蓝色有强烈的存在感 似乎要把它吸进背景中 这幅画的大胆的画风似乎并不是他有意为之 而是他急迫地想要完成这幅画去做其他的事 现代艺术评论家认为 这幅画散发出一种疯狂的魅力 阿尔西·高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 当时他从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中逃脱出来 后来依靠他的父亲移民到美国学习美术 开始作为一位画家在艺术界活动 他采用立体派和抽象表现创作作品 被认为作品中具有某种直觉的符合人类本源的力量 当然他并不是凭空想象创作 而是在精心策划下完成的作品 是典型的努力型天才的艺术家 然而他的晚年经历相当不幸 妻子离开了他 工作室发生了火灾 他自己还患上了癌症 尽管他在艺术界备受占预 但是这些生活上的痛苦仍然极其深重 1948年 高基在完成了最后一幅作品《痛苦后》 在自己的工作室自杀身亡 这幅画作的主色调是红色 以前高基极少地使用这种颜色进行创作 这幅画似乎想要表达工作室遭受火灾的惨痛场景 画中尽是痛苦、愤怒、绝望和无处的情感 充满了怨恨 博物馆展示这幅画时 人们评价就像画里的火焰在燃烧 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火灾即将发生的暗示 赛米耶·巴斯奇亚是一位海地裔美国人 从涂鸦艺术开始崛起 后来以涂鸦艺术为主题作画而走红 他与安迪·沃霍尔合作 成为80年代最具活力的年轻艺术家之一 然而为了创作作品 他多次使用海洛因和可凯因的混合物 Speed Ball 肯定是染上了毒瘾 他在27岁时 因一次过度涉入Speed Ball而去世 在他死亡之前的几个月 留下了最后的作品驾驭死亡 虽然他的后期作品被批评过于魅俗和商业化 但是最后的这幅作品被认为深受他的故乡海地的福都教精神世界的影响 而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赛尚说 画家以描述和色彩把自己感觉和知觉到的具体化 这些临终遗作确实给人这种感觉 当我们知道这些画家的结局 再看他们的遗作 似乎能了解他们背后的苦恼 但这些也许只是我们的错觉 瓦莱里则在不好的想法中写道 画家笔下不应该是他所看见的景象 而应该是将被看见的景象 现在再回头来看看这些作品 是否正如瓦莱里所言 与其说是画家们过去的反射 不如说是他们看到了将来的景象 也许 画这些作品的艺术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 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作品 艺术还真是有意思 都看到这里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